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话时 侏罗纪世界三部曲《Jurassic World 3 Dominion》要上映了耶 好期待 侏罗纪是什么啊 什么是Jurassic 侏罗纪是一个地质年代 又称为Jurassic 什么是地质年代啊 地质年代是用来描述地球历史事件的时间单位 我们常听到的地质年代从古到经 可分为前韩武纪 古生代 中生代 新生代等 中生代又可分为三叠纪 侏罗纪和白俄纪三个时期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就是侏罗纪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能代表过去某段时间的特别事件 来把地球历史的时间做划分 就像历史的潮代表一样 可以哦 而且每一个地质年代也有特别的生物 像侏罗纪最具有代表性的生物 就是恐龙哦 侏罗纪公园和侏罗纪世界的主角是恐龙 难怪电影名称要取名为侏罗纪 可是恐龙为什么叫做恐龙啊 恐龙名称的由来是英国古生物学家理查欧文 把希腊字Dinos和Saurus组合在一起变成Dinosaur 意思就是恐怖的西语 中文翻成恐龙 你们两个好厉害呀 应该是恐龙名 懂得好多 应该是恐龙吃吧 可以多说一点吗 侏罗纪时期的地球跟现在不太一样哦 让我们在线上实际模拟当时的地球 我们可以看到图当中的小红点就是现在的墨西哥 以它为基准点 两亿年前地球的陆地与海洋位置 和现今地球相比是不断在改变的 侏罗纪距今大约两亿零八百万至一亿四千四百万年前 当时台湾还没有出现哦 随着地球的转动 回到两亿年前的终生代早期 当时的气候属于干燥形态 海平面曾经比今日高了一百公尺以上 所以陆地面积最多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三 只剩西伯利亚 中国及欧洲一些小岛 随着海陆分布的变化 气候开始越来越湿润 陆地上大多是高大的真叶森林 例如山树 松树 银杏等 森林的中下层则有蕨类 能适应环境的恐龙也因此兴盛繁衍 成为当时陆地上的霸主 两亿年前的地球有许多恐龙 我来帮大家介绍几种 首先登场的是陆地奔跑的林盗龙 意思为敏捷的盗贼 顾名思义 它的动作十分迅速 体型约为火鸡大小 有羽毛 是肉食性动物 当时最大的肉食性动物之一是暴龙 又叫做霸王龙 主要使用两足行走 目前世界上最完整也最大的暴龙化石 高约4公尺 身长达12公尺 被取名为Stan 史丹 2020年9月以台币9.1亿元拍卖成功 和暴龙生活在同一个时期 同一个地方的 还有三角龙 美国之前挖掘到一个很完整的三角龙头骨化石 现在正在台湾进行修复工作哦 根据化石推测 这只三角龙大约有两只大象这么大呢 以往的三角龙化石 体型大约只和大象差不多 经过化石清修师巧手复原后 仿佛让沉睡了6600万年的三角龙重新活了起来 在侏罗纪时期的天空中有十足鸟 十足鸟体长约0.5公尺 有细小的牙齿 可以捕捉昆虫和无脊椎动物 虽然身上有羽毛 但是其他特征都跟爬虫类相似 属于爬虫类到鸟类的中间类型 科学家推测 鸟类就是由这些有羽毛的恐龙慢慢演变而来的 在海中最成功的爬虫类是蛇颈龙 它们的希腊文意思是接近蜥蜴 体长可达18公尺 蛇颈龙的四只呈旗状 名称虽然有龙字 但它们和我们常说的恐龙 在亲缘关系上仍有一段距离 因此蛇颈龙不属于恐龙哦 千万不要被它的名字骗了 听你们这么说 恐龙在侏罗纪时期 简直就是一代霸主 为什么就消失了 难不成是环境变迁 是不是气候暖化呀 恐龙的消失原因众说纷纭 目前已找到的证据 最主流的说法 是因为在百二季末期 有一颗超大的陨石撞击地球 造成环境在短时间内剧烈变化 导致生物大规模灭亡绝种 恐龙也难逃此劫 从此在地球消失 看来地球环境的改变 与生物的存亡息息相关啊 看不到真实的恐龙 真是令人伤心 我好想亲眼看见恐龙呀 莉莉说得真好 现在已经看不到恐龙了 不过我们可以从一些补物馆的恐龙展览 得知它们的外貌 其实每天还有许多生物从地球上消失 我们应该要好好保护环境 我们应该减少会破坏环境的人类活动 来维护生物多样性 小树蛙 赶快帮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所说的内容 我就可以和身边的朋友分享这些资讯了 课程到了尾声 我们和小树蛙一起来做个整理吧 一 地质年代是用来描述地球历史事件的时间单位 二 侏罗纪是地质年代中的一个时期 恐龙是当时的霸主 三 自古至今地球环境历经多次剧烈变动 生物如果无法适应环境变化 将会灭绝消失 唯有能适应环境的生物会存活下来 最后大家一起和狐狸猫及小树蛙 脑力激荡一下吧 科学家如何知道侏罗纪时期的恐龙吃什么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并留言在下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树蛙